桃園有一名男子在最近呢 带着才四岁的女儿去偷轮胎而被捕 在到岸时呢 他情绪崩溃痛哭失声 他跟警方说呢 是因为养不起家中七个孩子 逼不得已才会偷轮胎来卖钱 走出警车的男子 就是带着四岁女儿偷轮胎的嫌犯 头低的不能再低 真的好懊悔 你怎么要偷轮胎 一到警局流行男子痛哭表示 家里有七个小孩要养 才会摸黑带着女儿拆轮胎 一个很小的小朋友 是在后座 警方巡现在二手轮胎行 找回14个轮胎级旅圈 刘贤贡称他曾做过车辆零件买卖 也会修车 偷来的旅圈卖给回收厂 一个旅圈只卖640元 轮胎每个500元件卖 至今得手约1万元 巡逻的方式 发现就是一个借钱 正在偷车子里面的东西 那个把零件 然后我们在后来 我们才会以现行慢跟他逮捕 男子被偷落网 妻子带着两个小孩 到警局探视 看到小女孩天真喊爸爸 这处境连远景看了都比酸 记者黄主华黄子凤 蔡佩莹 桃园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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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